好 現在很多民眾都在抱怨 詐騙的手法 煩不升煩 煩不升煩 那麼就算你去應對對方 但是你還是覺得非常的麻煩 現在這個詐騙的情況 刑事局就統計發現了 有幾個情況特別頻繁的 也還做出了一個排名 在詐騙事件當中 就教你什麼解除分期付款 轉帳 裡面的排名當中 這個詐騙比例最高 是伯克萊網路書店風險最高 他通常嫌犯假裝好心 幫你解除分期付款 但是一個錯誤的設定 就是要騙你去操作ATM 所以這個手法 雖然知道人就覺得 這我不會被騙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 因為這樣落入被騙前的陷阱 所以怎麼辦呢 警方特別提醒 只要看到你的來電號碼 加號 加二 加八八六的時候 您可能就得要針對這個現象特別留意了 插插鍵盤上伯克萊買書超方便 但提醒您要小心接到 未裝成伯克萊服務人員的詐騙電話 點進伯克萊首頁大大的防詐騙提醒 寫下並不會主動致電要求到ATM或網路銀行 進行任何操作 請民眾務必要提高警覺 因為這樣的詐騙案件真的層出不窮 根據刑事局統計 今年七到九月就接戶905件 伯克萊詐騙通報 其次是旋轉拍賣鞋全家福 還有生活市及迪卡農也在名單內 警方調查 不法分子會先駭進去電商資料庫 拿到消費者姓名電話付款方式 接著洋裝成客服說因為操作錯誤 導致重複扣款再冒充金融機構人員 要求被害人去操作ATM或網路銀行 藉此從中牟利 舊的這個資料庫等等的漏洞進到系統裡面 被點名的電商資安防火牆恐怕還需要補強 但消費者可得提高警覺 只要看見電話號碼是加號或00開頭 又聽到重複扣款升級VIP 解除分期付款設定等關鍵字 十之八九都是詐騙 建議操作前先打165確認 以免成為詐騙集團眼中的飛揚 華視新聞 胡錦濟南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